我過去在內地工作 但對香港並不陌生 這次到中聯辦任職 就個人而言 是個新的使命 新的挑戰 我會帶著對香港的真誠和真情做好工作 香港是東方明珠國際化大都市 香港同胞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 做出了重要貢獻 祖國也始終是香港最強大的後盾 近半年來 香港的形勢讓人揪心 大家都熱切地期盼 香港能重回正軌 正像習近平主席 一 在新年賀史中說的 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 總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 真誠希望香港好 香港同胞好 對香港來說 一國兩制是最大的優勢 我將繼續帶領中聯辦的全體同事 是忠實的旅行支持 相信在臨政特首 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 共同努力下 共同努力下 一定能確保憲法 基本法在香港得到全面貫持實施 一定能確保一國兩制行穩制約 一定能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對此我充滿信心